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住吧 大小姐 咱不要胡说这个话题了 你不害怕 我们可都是普通人呢 由小公公来引着他们 一直走向了御花园 远远的 叶青梅就看到荷花池边已经摆好了桌椅 烹茶 水果 围棋 叶青梅走过去 笑着问道 嘿 陛下 这是要开茶话会啊 亲王和范贱等人赶紧给皇上行礼问安 亲弟只是对他们抬了抬手 笑着跟叶青梅说 叶子还是叫我先生吧 我觉得更顺耳 只不过是十来天的时间 亲弟感觉消瘦了一圈 显着更憔悴了 叶青梅微笑着点头 随便找个位置直接坐下了 亲弟笑着说 这里不是朝堂 都是自家人 随意一些 朕觉得今日天气好 就约你们来说说话 叶青梅轻饮了一口茶 亲弟也端起面前的杯子 好奇地问道 叶子 我从来没有问过 你怎么能制作出如此晶莹剔透的杯子呢 叶青梅笑着说 嘿 陛下呀 不是去过我那学院吗 玻璃香皂 肥皂等这些东西都是学院生产出来的 你也应该都见过呀 亲弟笑着说 我是见过过程 我是在想你是怎么想到这些东西的 叶青梅 嘿嘿一乐 说这些 一睡觉就从脑子里蹦出来了 亲弟好奇地问 那些名曲故事也都是梦里见到的 叶青梅笑着说 应该是吧 亲弟哈哈大笑 众人也跟着一乐 亲弟喝了口茶 记得那日叶子跟自己讲赵匡胤的故事时 曾经提到中央集权 这些天脑子里都是这个概念 今日可不可以再讲一些 叶青梅皱了下眉头说道 就说吃人家的嘴短吧 我刚吃了个小水果 先生啊 就找我要回报了 亲弟哈哈一乐 摇着头说道 嘿嘿 叶子这张嘴啊 可真是伶牙俐齿 叶青梅淡笑着说道 嘿 有吃有喝的 我难得这么清闲 先生竟然不成全 让陈明明讲吧 我已经给他说过一遍了 亲弟看着陈明明说道 那你来说说 陈明明点头领命 把那日小姐跟他说过的话又重新复述了一遍 亲弟荣王等人一直认真地听着 等到陈明明全部讲完 亲弟才问 简单的理解就是把财权 兵权 物权 人权等 全都归拢到朝廷 朝廷统一管理 然后再按规格分配到各地方 叶青梅爽快地说道 beautiful 几个人疑惑地看着他 叶青梅黑黑一笑解释道 我的意思就是啊 先生的理解太正确了 亲弟又问 朝廷连商业 比如就是香皂的售卖价格都要监管吗 叶青梅说 那是当然 关于商业这部分应该叫做运营权 亲国以内的所有商业规则制度以及价格调整 都是受朝廷相关部门的监控定夺 不可以由商股随意更改 众人点头 叶青梅又说 亲国有科举春围和秋围都会选拔人才 所有人才都应该是一阶一阶升级 皇帝以下的所有官职 无论大小都应该由朝廷统一调配 各地方不得私自任用 荣王接着说话 这样可以有效避免官官相护 避免他们在同一个岗位上 长时间了就会贪污腐败 庆帝点了点头 外部的敌人可怕 内部官员的腐败更加可怕 陈明并恭敬地说 我们南下北走 走过很多小城镇 有的父母官就是地方一霸 依仗着手里的权力欺压百姓 老百姓们有苦说不出 叶青梅笑着说 我一直在想成立一个机构 天下各地都有这个机构暗藏的眼线 可以及时的发现当地民生 了解百姓们的生活状况 也可以随时掌控地方官员的动态 把这些信息随时报告给亲帝 这个机构可以成为百姓的嘴 替百姓说话 同时也是皇帝的眼睛耳朵 可以替皇上看遍天下大小事情 听尽天下所有声音 庆帝满怀期待地看着他 叶青梅淡然地说 这个机构直接隶属于皇帝 陛下以外任何人都不得干涉其中 他代表着沁国的皇权 人权 也代表百姓的权利 也同样能够代表沁国的未来 只要皇帝和上下官员始终一条心 只要所有人的共同目标 是为了沁国百姓 那沁国的未来一定是繁荣富强 陈平平接的话说道 国法公正 纪律严明 礼义天下 众生平等 青梅微微一笑 说道 这十六个字 就是沁国成为不朽王朝的法宝 沁帝苍老憔悴的脸上 呈现了欣慰的笑容 他的眼中闪闪发光 一字一顿地重复道 不朽的王朝 荣王首先起身 其他人除了叶青梅以外 都跟着荣王起身 朝着沁帝鞠躬 一口同声 恭敬地说道 沁国将成为不朽的王朝 陛下将成为一代明君 沁帝微微一笑 说道 监察天下 让世间再无阴暗 重现光明 叶青梅一拍手 爽快地说道 有了 我想了好久 这个机构叫什么 就叫监察院 先生 可真聪明啊 沁帝和叶青梅相视一笑 随后 对着荣王等人说 从忌日起 着手 筹备监察院 叶青梅深深一笑 拱手说道 此事 叶子愿为您效力 距离那次皇宫一聚 一过去有些时日了 沁帝决定 要建监察院 荣王因为要协理朝政 所以就把建立监察院的事情 分配给了陈平平 本来陈平平暗地里 就已经开始组建人员 得到上级的指令后 更加动力十足 每天最大的工作 就是找叶青梅探讨 继续细化检察院的很多事宜 对于检察院的设计 和整体建筑 都让范建去主要负责 毕竟 他当初跟叶青梅 学过房屋设计 而且 在东夷城灾后重建中 大展身手 所以 让他负责这项工作 更为稳妥 早朝后 荣王到御书房 与庆帝继续研究朝政 这些时日 庆帝的身体更加孱弱 刚回御书房 就在榻上靠着休息了 荣王赶紧伺候左右 庆帝喘息了片刻 才稳定下来 问道 监察院的事情 进展如何呀 荣王回答 进展很顺利 陈平平和范建 分工明确 庆帝也极力配合 庆帝点点头 说自己相信野青梅 有监察院在 庆国将会更加强大 荣王犹豫了一下 说道 呃 父皇说的是 不过 儿臣觉得这个监察院 掌握的信息太过全面 有些恐怖 如果 庆帝皱眉看着荣王 淡淡地说道 朕知道你的想法 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历代君王都不想受人监控 这也就是为什么会有朝代更替的原因了 如果让朕选择 我宁愿被监督 只要能换庆国 长生不衰 荣王低头恭敬地应下 庆帝平静地说 老大为人忠厚老师 没有争权夺利的野心 作为父亲 我并不奢求你们 胸有地公 但也不要在天无往之灾 荣王赶紧起身 身居公说 儿臣谨记父皇教会 庆帝淡然地说 择个良辰吉日 你们就大婚吧 也该把庆国交给你了 荣王躬身刚想安慰 庆帝又说道 叶子说 为君者要人厚 但不能软弱 要有狠心 但不能残暴 二者之间有一个度 希望你永远记得 太平别院中 静王和范健来找叶青梅 一见面 静王就抱怨道 叶子 你说好好地成立不住 你跑到这儿来 我们找你一趟 多麻烦呀 叶青梅问道 怎么就你们两个来了 那姐俩呢 静王大咧咧地坐到椅子上说道 他们俩呀 忙得不可开交 连我们想见一面都难 范健笑着说道 陛下说荣王成亲后 就可以掌管庆国 所以荣王把婚期定到了十日后 这一时间需要准备的东西太多 静王接着说道 母妃不方便筹办 所以就让范家老夫人 带着我家公主和小静 一起张罗了 叶青梅淡淡地说道 十日啊 那么短的时间 确实够他们忙的了 静王左看看右看看 叶青梅无奈地说道 别看了 你们来了 五猪自然就走了 静王赶紧错过来问道 我一直有一件事好奇 正好今天五猪不在 我问问你 叶青梅和范健都疑惑地看着他 静王笑着问道 你是不是心中也忠于我皇兄啊 叶青梅平静地看着他 静王笑着说道 别不好意思啊 偷偷告诉你啊 皇兄也很忠于你 等他大婚之后 就可以把你纳做侧妃了 叶青梅从容地问道 你何意见得我喜欢这种马 静王不解地问道 种马 这跟马有什么关系呢 叶青梅起身向外走去 边走边说道 这可有好大的关系 你不懂 静王也起身追出去 问到底是什么意思 是否忠于皇兄 叶青梅不急不慢地解释 你再嚷嚷啊 五猪就来了 静王瞬间闭嘴 犯贱骂悠悠地出来说道 静王殿下总是愿意给自己找不自在 叶青梅又是呵呵一乐 转头对静王说道 你最近有没有去看明王 这个话题才让静王安静了 他点头说去过几次 王兄的状态比之前好了很多 不过 却从来没有走出过府门 每日 倒是闭门写字画画看书 倒也清闲 叶青梅淡淡地说 母后被幽禁 父王病重 庆国已是他人天下 如果你是他 也只能这般 静王皱了一下眉头说 父皇已经说 让王兄坐以逍遥王爷 虽然还没有下职 不过终究会实现的 叶青梅淡然地问道 如果有一日不想实现的 是荣王呢 范剑和静王 亦是惊讶地看着叶青梅 半晌 静王才坚定地说道 我相信皇兄 即便到那一日 他也一定有不得已的苦衷 叶青梅 猥琐眉头 静王又说道 争到了那时 我也只能 尽我所有 把王兄以命了 叶青梅淡淡一笑 你说这京都城内 最贵的是什么 静王弱弱地说 最贵的难道是地 范剑平静地说 这京都城最贵的东西 就是情 父子情 兄弟情 夫妻情 叶青梅淡然说 在这京都城内 最奢侈的 莫过于朋友 在皇族中 最不可能有的 就是父子情 兄弟情 也不会有 真正的夫妻情 静王愣了一下 但笑着说 都说皇家 最是冷血无情 可并不是人人 都向往这份高贵 叶青梅朗声说道 你们没有听过 相濡以沫 不如相忘于江湖 静王摇头 范剑笑着说 多好的词语 我们都没听过 叶青梅微笑着说道 从前 海里有两条鱼相见 他们对彼此互有好感 就结伴去浅薄一点的 河流生活 结果 河流一天天干枯 直到最后 两条鱼 要靠互相的唾沫 滋养对方 那个时候 他们两个就在想 还不如在大海中 遥遥相望 保留着初见时 那份美好了 两人皱眉 叶青梅淡然地说道 无论亲情友情 还是两人之间的爱情 初见时怦然心动 相处后 慢慢地就变了味道 当这份感情 到了无法挽留的时候 希望每一个人 都能毅然转身离去 而不要再互相伤害 搬上后 范健说 放过对方 也就是放过自己 静王点点头说道 这应该就是 江湖上说的 源源相保 何事了吧 叶青梅 看着远处 淡淡地说道 希望你们几兄弟 也能这样 普通人家的兄弟朋友 维系关系容易 涉及富贵荣华 和全亲天下 这兄弟和朋友 就如同风雨飘摇的 一叶孤舟 说不上什么时候 就无影无踪了 精彩剧情 我们下集再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